去利亚国内的宵夜尚未散去,俄罗斯又将面临一场严峻大逃,对面测客室的一声巨响,再次点燃了微如雷晚的乌克兰局势,事态的迅速发酵,让人再一次闻到了大战的味道。 据环球网报道着,9月3日,在乌克兰危机中宣布独立的顿夜尺克人民共和国,领导人赵哈尔勤克的葬礼,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,包括俄罗斯、克里尼亚、南欧塞提官方代表在内的超过12万人,参加赵哈尔勤克的告别仪式。 近20万人在顿夜尺克市中心举行和规模庞大悼念游行活动,谴责乌克兰当局的这场政治谋杀,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,新一轮的激烈较量再次拉开。 8月31日,扎哈尔勤克在顿夜尺克市中心咖啡馆发生了爆炸中身亡,脆弱的俄乌关系,再一次被卷入了暴风眼,双方在外交上的口水仗急剧升级。 当天,普京总统对这位亲俄领导人的遇害表示哀悼,俄外长拉夫罗夫撂下狠话,扎哈尔勤克被暗杀的目的,是破坏乌克兰东部的停火协议,是对俄罗斯的公然挑衅,将是欧洲支持的和平谈判变得不可能。 但乌克兰方面的回应却很有意思,乌安全局局长格里朝克称,扎哈尔勤克被杀的原因,要么是出于内控,要么是被俄罗斯特工清除。 此外,也不排除俄情报人员参与暗杀,但乌议员莫西伊修克则表现出了感触感为的架势,趁扎哈尔勤克及其同伙是恐怖分子,死得其所。 很快,扎哈尔勤克的继任者,特拉佩斯尼克夫拿出了证据,这目前逮捕的是民嫌犯,你承认,他们背后的策划者就是乌克兰政府,还把这次刺杀事件视为波罗申克政府拔起的二次侵略。 事已至此,乌克兰总统波罗申克也懒得在废口舌,当天就通过乌克兰电视台宣布,恢复对断涅茨克地区控制权的时刻正在来临。 与此同时,乌军的装甲兵团开始向这一地区集结,断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务委员会主席随即也宣布关闭边境,部队进入最高战斗准备状态。 就在这个时候,乌克兰靠山也坐不住了,走到前台为乌克兰当局加油助威。 9月2日,美国国务院乌克兰事务,特别代表沃尔克公开表示,华盛顿即将增加对乌的武器供应,因为他们正遭到打击。 美德等国都已表态,北约的荷尔蒙大马向乌克兰敞,得到安适之后波罗申克干脆一步做二步修, 宣布中只长达十亿年的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,完全投入到美国和卫约的怀抱之中。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南大门,而俄友好条约,更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, 关系到当前两国的边境划分,波罗申克此举无疑将导致两国领土之争在起,使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。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起源于基辅罗斯,是名副其实的亲兄弟,乌克兰政府的决情,立刻让俄罗斯愤怒不已。 克里姆林宫当天再次警告乌克兰不要玩火,让双边关系陷入无法改善的危机之中,乌克兰动荡局势的根源在于,美国等西方国家,对俄罗斯的围追堵截。 如果乌克兰铁线要走到北极熊的对立面,必然极其强烈反击,但愿波罗申克当局能够控制控制,毕竟这么不计代价都死磕下去,只能白白便宜,老美国人,严正,多家自媒体,在平台抄袭而返军事的文章,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扫,如果有需要,请光明正大的联系网号管理员开白名单,不易,谢谢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